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太随手的涂鸭 割上我专属弥漫 像那三到书架 说不出闷头真假 空调数片在家 在转头去切个西瓜 像是愜意的肚炸 你眼里有脚下 那碎花群也敲打 邀请有点多大 想得到肯定会大 什么明亮着指甲 在街角有尾巴 等问这个夏天会很甜吗 白好的橘子花 开出几朵花 而我不断下巴 让上天吃大 冰淇淋吃了几口 就会融化 下一条一条 下个街角等你 你会在意吗 你眼里有脚下 那碎花群也敲打 邀请有点多大 想得到肯定会大 什么明亮着指甲 在街角有尾巴 等问这个夏天会很甜吗 白好的橘子花 开出几朵花 而我不断下巴 大人想念着它 冰淇淋吃了几口 就会融化 下一条一条 下个街角等你 我 是爱不永福家 思念也发芽 夏天如果害怕 有我陪着吧 我 一波床也讲了 三两句情话 下一条 下个街角等你 夏天了呀 某些回忆 某些回忆 留在树下 某个我们 愿 悄悄长大 大家好 我是青浦面包超人 阿胖Man 如果你的预算在2500万以内 你想要有四个房间 两个车位 全家又都能住在一起 生活机能又很好 又能够满足以下的需求 大公园散步 Upack到高铁 叮咚 买宵夜 饮料 再一杯饮料 买早餐 去药局 取货 这是青浦面包超人 阿胖Man的频道 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哦 那木围峰 这个社区呢 它的位置就位在一个很好的一个住宅区 它离高铁站大概就在一公里左右的距离 然后就在这个你看 这个新阶西的西畔旁边 社区啊 自己本身这边就有退缩大概20米了 那前面这个青浦四街有将近12米 所以啊 住在这边啊 光我们自己社区的退缩 加上前面马路的动靴 加上对面社区 其实基本上就是大概30多米以上的动靴 你可以看到对面 其实本身是很辽阔的 所以住起来没有一个压迫感 给大家看看这社区大厅公社等等的规划 这社区它461平 那总共56户 一层就四户 然后两个电梯非常适合自助 因为它总共就是个君子三房 它总共的规划就是有42平的跟50平的 待会我会跟大家介绍了 格局就是它50平的格局 真的还规划成四房喔 经过这道呢 就来到这社区的摇滚区 我们看一下这个儿童游戏室 这个小朋友的摇滚区喔 手足球 溜滑区 软店 在这边怎么玩都可以 玩到疯掉 现在进门来看喔 一进门 我们现在看到 这边就规划一个 可以做鞋柜玄关的空间 那看到整个室内的科产厅空间 看到它的边间 所以户谷采光 打遍落地窗 所以阳光直接进来 我们来看看外面 现在看到的话 就是刚刚提到的 楼下建商自己 就推缩了大概20多米 那这个秦浦市街有12米的道路 所以到对面的社区看起来 就有大概30多米的东距 所以非常的好 在大家看你们室内的格局时 我用图梭跟你做解释 它这个设计呢 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完全无走道的设计 所以它的频效很高 完全没有浪费空间 首先一进来的话 你就会看到 这边是有个规划好的一个玄关空间 那接着它的房间啊 厨房那些 它就帮你放在两侧 放在两侧的好处就是 它这个是边间户 所以每一户都可以有窗户 都可以有采光 就像你头所看到的 次卧啊 厨房啊 还有后面一个大房间 那当然别忘了 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卧 那接下来 看到的是比较特别 这是可以规划成四房 所以它有预留一个叫做 加一的空间 但这个加一空间 第一个有采光 然后它的格局可以放下双人床 所以你即便是需要 四房的一个人口的话 这边就把它规划成四房 接下来我们用画面 来带给大家看看 房间厨房浴室哦 如果这间房屋有满足你们的需求 欢迎来跟清普面包上 Apaman来联络哦 请订阅按赞和分享 拜拜 同时如果你有房屋想委托 欢迎来找Apaman哦